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在养生 使着在养病 一起看看吧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经常吃五谷杂粮粉 五谷杂粮被磨成粉以后 杂粮中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的膳食纤维被破坏 那只剩下了淀粉和糖类 吃多了反而增加各种疾病 尤其是糖尿病的发生几率 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存在的一个养生的误区 那第二呢就是每天必须喝够八杯水 人每天对水的需求在两千到三千毫升 也就是八杯水 但是呢在我们正常饮食的情况下 每天呢只需要补充一千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过量的饮水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非常伤身 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中毒或者分泌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乱补钙 很多人认为呢 钙补的越多骨骼就会越强壮 但是呢过量的补钙会影响到人体 对铁和心的吸收 还容易引起高钙血症 肾结石等等的并发症 今天呢你一生给大家分享几个 不用花一分钱的养生小妙招 记好了 第一呢大笑 大笑100次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行费功能 但是高血压患者 随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呢 不推荐这一方法 第二呢往上泡脚 每天睡觉前呢用热水泡脚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心脏血管剂冷 缓解疲劳促进睡眠 但是泡脚的时间呢不予过长 有这个静脉曲张和静脉血酸糖尿病 严重的心脏病的人呢不建议泡脚 第三呢读书 多读书呢可以预防脑连痴呆 勤于读书用脑的人啊 大脑血管经常处于疏脏状态 可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 从而呢延缓中枢神经的脑化 防止脑连痴呆的发生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你一声在视频下方 点赞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